在新北市的乌来 因为这里的灾情严重 一人死亡 四人失踪 由其唯一的连外道路中断 造成山上的居民受困形成孤岛 加上呢 接下来物资其实是不足的 必须要用空头来进行物资 目前得知 一千一百名的民众留在家园当中 而努力的要把物资给送进去 刚刚传说了 在拉卡路上面 大约仍有十个人是失联的状态 因此特首跟国军的特战 立刻请进搜救 走路走路 道路抢通 村民立刻背起沉甸甸的行囊 一步一步走上山 阿伯你一定要背那么大桶吗 加油 加油 你背小桶小桶背吗 你吃谁还过去了 所有物资统统塞进袋子里 阿伯弯着腰 拖着背 把山涉水 一心只想赶快回到山上的家 旁边还有路 我们原住民开着道路 真的不行 我还是要回家 不能等啊 开玩笑 对不对 危险家里在这边等 你要家人平安 谁要我们的平安 一定是家人的平安 为了家人 年轻的村民们一大早就下山 被挤物资再扛上山 而一度受困的民众和旅客 则赶着下山 目前在乌来里 信贤里 萧毅里 富山以及下盆地区 还有1100人留在原地 虽然全员平安 但没水没电 连生活都传了问题 买油啦东西 后面是阿嬷的尿布跟奶魂 还有蜡烛 没有电 现在最缺的是电 因为电 没有电什么都没有啦 那早上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年轻人 有把几个老弱 运户都载下来 能够在外面帮忙用 最主要是可能医生 要上去帮忙看一下 有的几个受伤的 对啊 那个比较严重啦 截至目前为止 一人死亡 四人失踪 他们是温泉会馆员工 新乌路三段住户 以及乌来中治理 经验路的两名老先生 拉卡路上大约还有十人失联 特送与国军特战 正挺进搜救当中 拉卡路到校医的位置 目前有几户的民宰 那因为这个地方 有17处的喷塌处 所以目前我们今天搜索的重点 会在拉卡路跟西楼岸路 除了出动直升机重点搜索 物资也持续空投 总共4960公斤的物资 分16架次 空投在釜山谷校 信贤里种子学院 中置篮球场 校议社区 以及乌来综合运动场 曾经宛如市外桃源的乌来 敌不过苏迪勒肆虐 成了重灾区 观光客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 国军弟兄和救难人员 在山谷间持续救援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